好,我们现在推导一些基本的求导公式 我们上一次讲了这个导数的定义 derivative 我们说fx的derivative是limit h tends to 0 我上次用的是deltax deltax和h趋近0 这个东西是一样的 那么fx加上h减上fx除以h 这是它的导数的定义 那我们来看一些基本的函数的导数 我们先看一个power function 当然说我们先看n是一个nature number的情况 是自然数 那根据导数的定义 这是h趋近0 这是x加上h的n次 减去x的n次除以h 那我们可以把x的n次提出来 这就是x的n次 那么我们把它写到外面来 因为我们的极限过程是h趋近0 所以x我们可以当成常数 那么把然后相当于是在第一项里面除以x的n次 滑到里面去就变成1加上x分子h的n次减去1 这除以h 那我们要记得 我们以前在讲这个geometric series 就是等比数列 等比数列 1加上r加上r的平方 一直加到r的n减1 这是等于r的n次减上1 除以r减1 那么也就是说r的n次方减1 可以写成是r减1 乘上1加上r加上r的平方 一直加到r的n减1次方 我们用这个式子来证明 就来求这个极限 那这个首先是x的n次方 那么h趋近0 那这里的r就是1加上x分子h 那么首先这个是r 在这里就是1加上x分子h 相当于是我们刚才公式里面的r 所以这个1减 r减1 所以是x分子h 好 乘上1加上1加上x分子h的1次方 再加上1加上x分子h的平方 加到1加上x分子h的n减1次方 好 除以h 那我们把这里的h和这里的h约掉 约掉以后 那么我们剩下x分子1 x分子1和这x的n次 那么就变成x的n减1次方 那么当h趋近0的时候 那么这个每一个括号都是趋近于1 因为h趋近0嘛 所以这有n项 再乘上n 所以也就是说 我们x的n次方的derivative 是等于n乘上x的n减1 当然这里只对这个自然数有用 因为我们用的是geometric series 第二个公式 我们看一下sinx的derivative sinx的derivative 我们是limith趋近于0 这是sinx加上h减去3x overh 那么我们这里用一个核插机 就是核的公式 我们知道3a加上b 这是等于3acosb 再加上3bcosa 而cosa加上b 是等于cosacosb 再减去3a3b 这是我们的三角函数核的公式 那么sinx加h 就是sinxcos h 再加上3hcosx 然后再减去 sinx除以h 那我们把它分成两项 h趋近0 有3x的 我们把它提出来 那就剩下的就是cos h-1 再加上3h 再加上3hcosx 除以h 那我们把它分成两部分 h趋近0 这是3x乘上 cos h-1 除以h 再加上 h趋近0 h趋近0 这是cosx乘上3h 再除以h 我们把3x拿出来 h趋近0 这是cosx-1 除以h 再加上cosx 再加上cosx h趋近0 这是3h 除以h 我们知道 这个是 这个整个这一项 是趋近1的 这个我们上次讲 我们讲那个famous famous limit的时候 我们用到这个 有这个结论 那么前面这一项 这一项是趋近0的 cosx-1 除以h 这是趋近0的 这个我们也有 也有结论 那么我们知道了 那么这h趋近0 我们这里再推导一下 cosx cosx-1 是 负2 倍3 cosx-1 除以h 这是 那么这h 趋近0 负2 倍 3 2 分之h的平方 那么除以h 然后再利用我们 那个重要 那个 那个 著名的极限 我们把负2 写到外面来 这是3 2分之h的平方 那么这下面 也应该是 2分之h的平方 这样的 这样整个 它就是极限 是1了 那么等于是 分母多 多乘了一个x 多乘了一个h 那么分子也要乘一个h 还有 分母多出来个4 那么我们乘上4 这前面这部分趋近1 后面这一部分趋近0 所以这个极限是等于0 我们用到这个结论 好 那这样一来的话 前面这部分是0 后面这部分是1 所以是结果是等于cosx 也就是说 sinx的derivative 是cosx 那cosx的derivative 我们是h趋近0 cosx加上h 减上cosx 除以h 那么就是h趋近0 cosx加h 刚才我们讲的是cosx cosx h减去3x 3h 然后再减上cosx 再除以h 那我们也把它分成两项 有cosx的类像 把它提出来 是h趋近0 那么剩下的是cosx-1 除以h 再减去3x的类像 h趋近0 这是3h 除以h 那么前面这个刚才我们已经算了 等于0 所以等于负的3x 也就是说cosx的导数是负的3x 那我们已经有了逆函数和三角函数 那我们剩下的 我们是Explanetial Function和Logarism Function 就是对数函数和指数函数 那我们 那要求对数函数和指数函数的derivative 而且我们先要知道一个极限 我们要有这样的一个结论 我们e 这个叫做自然对数的底 e 这个超越数 它本身可以用这个极限来求 x趋近于0 这是1加上x的x分之1 或者说是 或者说是e等于 n趋近无穷大 这是1加上n分之1的n次方 它也等于 我们是 n如果趋近于负五穷大 它也是一样 1加上n分之1的n次方 好 那 我们要需要利用的这个极限 同时我们还可以知道 利用这个 利用这个结果 我们可以知道 这个x趋近0的时候 就是x趋近0的时候 Log1加上x除以x 这是等于1 为什么呢 因为当x趋近0的时候 x分之Log1加上x 我们可以写成什么呢 可以写成这是x趋近0 这是x分之1Log1加上x 然后我们利用Log函数的这个性质 这个前面相乘 我们可以写成这是 写成指数的形式 那么我们把Limit写到里面去 1加上x的x分之1 这根据我们复合函数的这个极限法则 那么就等于Log1 这是等于1 好 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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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其中的一个 利用这个 已知的这个极限来算 另外一个就是 当H趋近0的时候 E的H此方-1除以H 这个也是等于1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取T 我们如果令T 等于E的H减1 那么 这个H趋近0 E的H减1除以H 就可以写成是T 就可以写成是T 趋近0 因为H 趋近0的时候 E的H此方 趋近1 T趋近0 那上面是T T如果等于E的H 我们这是简直下面的 那么H就会等于Log1加上T 所以就变成Log1加上T 这就是上面第一种形式 它倒过来 所以这个也等于E 等于也等于E 好 我们要运用这两个公式 来求其他的 就这个Explanetial和Logarism的 它的导数 好 那首先我们看E的X方 它的导数 这是 修极限 H趋近0 E的X加上H 减上E的X方 除以H 那我们把E的X方提出来 这就变成E的H减1 这是H 那我们后面这个是等于1 这个是我们知道的 所以E的X方 它的Derivative就是它自己 如果是一般的A的X方呢 我们H趋近0 那就是A的X加上H减去A的X除以H 那我们把A的X方提出来 H趋近0 那这就变成A的H减1除以H 但是跟我们E的H减1还差一点 我们也认为H减1 我们也认为A的H减1 那么A的H次方减1 那么这个H就会变成什么呢 H就会变成Log 以A为底 A的T加1 就是1加T 所以就变成了A的X方 Limit H趋近于0 T趋近于0 现在变成T趋近于0 那上面就变成T 下面就是LogA1加上T 如果只是自然对数的Log1加T 那就好算 但是对于这个我们不是 这个极限我们并不知道 那我们利用对数函数的换底公式 就是T趋近于0 对数函数换底的公式 就是LogAX可以写成 这是LogBX除以LogBA 这是对数函数的换底公式 那我们分子还是T 分母就变成 我们把B 这个B取作E就是了 所以就是Log 1加上T 然后再除以LogA 所以是AXLogA 再乘上Limit T趋近于0 所以是T趋近于0 这是T LogA加上T T除以LogA加T 它的Limit 它的Limit是1 所以这个等于A的X方 LogA 一般的指数函数 那我们看一下对数函数 自然对数函数的 自然对数函数的 Directive H趋近于0 这是LogX加上H 减去LogX除以H 那我们知道 那我们知道对数函数的相减 可以变成相除 里面的 这是LogA 这是X减去LogA Y 这是等于LogA 这是X除以Y 这是Log函数的这个性质 那么这个性质 我们等于是把X除过去 就变成1加上X分之H 除以H 那我们看这是X分之H 最好我们这也变成X分之H 然后再乘上一个X 那么就会变成什么呢 变成X分之1 LimitH趋近于0 这是LogA 1加上X分之H 除以X分之H 再利用我们T 除以LogA加T 这个极限为0 而极限为1 所以这个是X分之1 好 自然对数 那我们看一般的对数 它的Derivative 就是LimitH趋近于0 这是 LogA X plusH X加H 减去LogA X 然后除以H 再根据我们的这个减法变除法 就是LogA 这是1加上X分之H 再除以H 我们再换底 我们再换底 上面就是Log1加上X分之H 那么就要除一个LogA 换底公式 然后除以H 所以是LogA 所以是LogA A加上A加上X分之H 除以X分之H 那后面这个极限还是1 所以结果是等于1除以X乘上LogA 这是我们对数减数 LogA LogA 那我们前面在最开始讲密减数的时候 我们实施是在自然数 那我们如果看 一般的N 如果是实数 只要是实数就行了 那它的Derivative 我们是H去进0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那个Geometric Series的结论就用不上了 这是X的N 加上H 减去X的N次 这是除以H 我们把X的N次还是提出来 好 X的N次提出来 就成了一个 好 写错了 X的N次 那是X加上H的N次 减上X的N次 我们把X的N次提出来 这是Limit H去进0 那这会变成什么呢 变成1加上X分之H的N次减1 图以H 那我们这里就 我们先给它变个形 我们看到这又是1加上什么东西 好 减1 如果我们Limit 等于1加上X分之H的 写的不好看 1加上X分之H的N次方 在减1 这个H去进0的时候 T也去进0 而且我们知道 1加上T就等于 1加上X分之H的N次 那如果我们取个Log 上面这个分子已经是 分子已经是T了嘛 那么如果我们利用我们刚才的那几个公式 上面是T 是T 这个实际上是 如果我们 把这个定乘T 那下面如果是Log1加T Log1加T 实际上就是 1加上X分之H的N次 那么这个极限就变成1了嘛 1加T等于这么多 那么取Log 就是等于这个了 那么我们成内这个 我们就会 出了一个 就是要 成了 好 那么前一项和后一项 我们可以分别看 那么后面我们 后面这个 我们知道是Log1加上T 除以T的形式 好 那利用我们刚才已经知道的 结果 那我们 我们把这个分成两部分 先是 H 趋近于0 1加上 X分之 H 这是N次 减1 除以Log 1加上 X分之 H的N次 再乘上 Limit 这是H 趋近于0 那么 我们指数可以放到前面了嘛 好 1加上 X分之 H 这是H 那两个都是Log1加T除以T的这种形式 那么 前面这个就会变成 如果我们令T等于 1加上 X分之H的N次方 所以就会变成T趋近于0 然后是T 这是Log1加上T 后面这个 后面这一个 就是H 去进行0 那么就变成N乘上Log1加上 X分之 还有一个N次 X的N次写在外面 忘记了 这是X的N次 X的N次 好 再除以H 因为 因为分子里面是Log1加上X分之H 所以我们把分母也写成X分之H 而多了 乘一个X 所以第一项 第一项 这是1 后面这一项是X分之N 因为我们把X分之N 提出来了以后 后面只剩下 H去进行0 这是Log1加上X分之H 除以X分之H 我们知道后面这个极限是1 所以是等于 N X的N-1 这里的N 就是一般的时数就可以了 只要它使得它有定义 好 那我们可以 所以 还差最后一个最简单的 忘记写了 最后一个最简单的 就是 常数的导数是等于0 因为常数的导数是 我们说是 H去进0 这是F X加上 H-F X 除以H 但是因为 它是常数函数 所以 X加H 和F X加H 和F X都是 C 所以这是 C-C 除以H 上面就是0 0除以H 是等于0 所以结果是1 那我们 已经 已经看到了一些基本的函数的他们的derivative 我们给它一个summin 我们给它一个summin n乘上x的n-1 三角函数的 sinx derivative是cosx cosx的derivative是-sinx 然后是 exponential function e of x 它就是它自己 a of x 的derivative 是a of x 乘上一个 loga 然后 自然对数 函数 它的derivative 是1 over x 然后 一般的对数函数的derivative 是等于 x乘上loga 分之1 那么这些是作为我们 作为我们基本的公式 那么我们求其他一些函数的公式 在derivative的时候 我们要用得上这些基本的公式